可以用那个这边题目是讲用偶尔函数 if跟偶尔 其实也可以if跟and都可以 那我刚刚提过就是说 一个是交集又联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用if跟偶尔怎么做 那基本上逻辑分析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5%以上 跟负5%以下 是属于不标准的 OK 所以呢 那当然这个上面跟这个下面 两个不可能同时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用偶尔的 这个逻辑判断 那相反的 如果说我要and的话 当然你的方向就不一样 这个到这个 两边会有交集 而且是要同时 同时为处 有交集之后 那当然才会有一个结果 中间的部分就变成说 判断的是标准的部分 所以偶尔是判断不标准 and是判断标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 当然你有两种做法 首先的话呢 我们用if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那个 刚刚用到逻辑 逻辑里面if if什么呢 这边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 这个东西 它假装偶的话 习惯上这样 你可以插入 用插入函数的方式 去找到那个其他函数里面的偶 那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刚才直接在这边打一个偶尔算了 钱刮符 那给第一个条件 逗点第二个条件 所以第一个条件 怎么样 如果这个东西 这里面的增减体重百分之 如果是怎么样 大于百分之五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百分之五 第二种条件是 逗点 还是它 增减体重百分之 小于负的百分之五 那这个两个 后面加个后刮符 所以这个叫 偶尔前刮符 然后第一个条件 逗点第二个条件 后面加后刮符 OK 那如果你有第三个的话 你可以再逗点 第三个第四个 一起来推 OK 那如果为出的话呢 表示说它不标准 反之就是标准 所以我们把这个标准 不标准 这几个字把它打上去 OK 然后 输入完之后 答案就出来 我们来数一下 所以它会判断什么 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图 然后按确定 好 这个不标准 那往下填满 OK 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这个 这个范围 这个是标准的 那超过的话呢 那表示不标准 OK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是用什么 用偶尔的方式 做逻辑派 应该可以理解 那end怎么做 其实 但 刚刚讲的是 就是逻辑里面的上面 跟下面 不可能同时发生 那另外有一个是 那如果我颠倒过来 我要判断中间这一块 是标准的 那我可以用end 如果我说你是要标准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 你必须是在什么 在负的5%的上面 好 有没有 而且要是什么 正的5%的下面 那它会有个重叠区域 重叠区域 记得是用end OK 特别之后 这个是 它的交集 OK 所以逻辑应该可以 懂